一輛轎車行駛在快速道路上 林姓女駕駛慢慢靠右 准备减速下砸道 没想到才刚刹车不久 就被后方车辆撞上 整辆车不堪撞击力道 又追撞到前方的小货车 三辆车直接撞成一团 慢动作再看一次 轎车被撞后零件直接喷飞 车身还翻转90度 而换个角度看 后方的轎车没注意到前方车辆停下 直接撞了上去 轎车的挡风玻璃直接碎裂 喷飞在高速公路上 事发在28号下午 驾驶在匝道出口前 追撞前方准备下匝道的 自小客车和自小货车 可以看到肇事车辆车头爆开 保险桿直接掉落 而手当骑窗的银色轿车最惨 直接变成夹心饼干 车头和车尾全凹陷 而蓝色小货车只有车尾受损 强大的撞击力道 让肇事驾驶和前方女驾驶的胸部肋骨都断裂 受害驾驶相当无奈 因为对方车上还载着一岁小孩 结果还开那么快 所幸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而警方也表示肇事驾驶没有酒驾 但详细的车祸原因还有待釐清 记者刘志展林一军桃源报道